正所谓,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之势力之乃,春宵忽短热高气,从此军王不早朝,众所周知,历史上那些男人做出的一些惊鲜动地的事,往往都是为了女人,男人去当宇航员还不是因为能在party上有些谈资,要不然谁会去干这苦差事,应该花下死了,作为也风流,深的猛士不管前面是坚固的监牢,还是要付出自己的生命,亦或是出卖自己的国家,都会勇往直前趴趴趴, 只为那春宵一刻,第一回,为抚销魂业,逃出那脆颖,二十正当小年轻,理发工作稳诱宁,无奈援手来入侵,只得被迫当了兵,话说这个小伙子,名冠赫瑞斯·格里斯里,家住斯诺伐克,干了一份洗剪吹的工作,后来被抓了壮丁,参战后被俘,关押于波兰的战俘营之中,试想,倘若你处于他这种情况下,你还会想什么男女之事吗? 大部分人能吃好喝好就已经万幸了,然而赫瑞斯非常人也,他遇到了她,一个叫罗莎的姑娘,她是劳动营采石领头的闺女,两个人很快就陷入了爱河,每次有俘虏败出机会,他都会和她公众两小啪啪啪,然而好景不长,两个人这样在一起搞了一年以后,赫瑞斯被转移到另外的战俘营了, 然而,在爱情和女人面前,那翠算什么?世界大战又算了什么?在欲有的帮助下,他从地道逃出了战俘营,获得了自由,这时他完全可以逃到中立国去,远离乱世,但是他没有,在女人和自由之间,他选择了前者,他不行前往罗莎的战俘营那儿,偷偷溜进去,稍稍云举一番啪啪啪,再溜出来回自己的战俘营, 跟个美食人一样,就这样他每周去三次啪啪啪,总共去了五年,赫瑞斯一直没被抓到,一直到战事告终,重获自由,在约炮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第二回,致毛玉玉为哪般?玉有之爱比金街,那一谋,仿佛冻结了时间,留下了诺言,那一谋,满是欲望,斯提芬拉塞尔遇到菲利普莫里斯,两个人成了玉有,也成了伴侣,之后,两个人相继得到假释, 但是,没过多久,拉塞尔因诈骗再次入行,拉塞尔胶着半分,没有莫里斯,他一分钟也待不下去,待在监狱里,是没办法跟莫里斯啪啪啪的,拉塞尔想了个法子,假装自己是法官,用监狱的电话减少自己的保时机,不久后,可以释放,然而可爱人相处的时光依旧那么短暂,只靠跳跳后,他又被抓回监狱,拉塞尔在里面抱了被艺术板, 经常从哪儿顺些绿色马克笔出来,然后用这些笔给自己的浴服上色,这样看起来就像是医生的服装,最后他就穿上染过的衣服,静止走出了监狱,不久,他又被抓了回去,而且很容易,因为只要找到莫里斯,也就抓到了拉塞尔,故事还没有走到尽头,拉塞尔又开动脑机,发挥质猛, 这一次,他想到可以伪造自己得了艾滋病,并用监狱提供的打字机,伪造了健康文件,以证明自己患了艾滋晚期,倒是委员会决定同意释放的,事后,拉塞尔又假装医生,给监狱到了电话,说自己已经不在人世,这样既巩固了监狱的信任,又让自己的骗局天衣无缝,此后经年,便是良权没尽的,俗话说,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是,一座巴比伦花园,拉塞尔动了银河, 一座巴比伦花园的心思,FBI介入调查,逮捕了他,老招数屡实不爽,他假装一名FBI特工,给政府要员打去电话,要求释放,直到1998年,拉塞尔被判处144年徒刑,而且不准与任何人联系,第三回,石榴群做了挡箭牌,与间谍逍遥写字的,世人都小英雄好,唯有每次忘不了,世人都以锅为重,一夜风流皆可抛,1982年,FBI特工使命, 招募了一名年轻的华侨女人,她的名字叫陈文英,使密斯希望通过这个女人,获得她的一位中国共产党朋友的情报,在号里旅途,1983年,两个人便开始发生了关系,而两个人各自都有丈夫和妻子,此外,陈文英还是个双面间谍,他怕在美国这边得到的机密以及非官方消息,再反馈到中国方面,直到九年以后,一名叫比尔克利夫兰的特工,发现了泄露陈文英身份的 一份录音,克利夫兰没有去上级哪回报,而是找到了史密斯,史密斯确认录音里,的确是陈文英的声音,但是史密斯并没有保持沉默,他向总部成立了19份报告,所有的都表明陈文英没有任何问题,接下来就轮到克利夫兰了,然而他同样也什么也没做,因为他正忙着跟着个双面女间谍风流快活啪啪啪啪, 十年后,一名还没来得及跟他睡的FBI探员得知他的身份,但是近况已经被那俩家伙搞得一团糟,法院只是以行为不大对其判刑,第四回,潇洒风流肯尼迪,爱江山更爱奶的,我有一个梦想,我要用积极丈量所有著名女人的未及纳,约翰肯尼迪没这么说过,那是在他24岁的时候,他还在海军服役, 一名叫殷家阿尔瓦德的女子,出现在他的生活之中,而这名女子一直有纳粹间谍的嫌疑,1936年奥陆会,阿尔瓦德的身份是希特勒的陪伴,肯尼迪不仅知道,自己正在约的女人,是以前那位首领的拼头,还知道他处在FBI监视之下,不过庆幸的是,海军部把他给降级处理了,成了一名文员,这样就避免着给24岁的小伙子泄密了,机智如美帝,后来他当了总统, 国家安全也就有了更大的威胁,白宫泳池趴提上,他和实习生趴趴趴的起来,而外面有特工不守着,1961年,肯尼迪勾搭了一个有共党间谍嫌疑的女子, 这名女子被怀疑是东德派来的间谍,事情垂落石出后,肯尼迪根本没当回事儿,而是他的兄弟罗伯克,倒是觉得需要有所作为,才把他驱逐了出去,不愧是肯尼迪,遇到的妞儿不是共产党,就是纳粹分子,真刺激, 索性肯尼迪没把本职工作丢到身后,第五位,发妻不提情福桥,被二婚老王立新旧,1525年,对于英王亨利巴士而言, 这一年他喜忧参半,喜的是能与美人安妮柏林日日幸福缠绵,忧的是他跟这个情人不能合法的日日幸福缠绵, 国王的第一个媳妇凯瑟林合法就意味着先把发妻给修了,然后再跟安妮结婚, 然而,离婚不是你老王想离就能离得成的,那时候还是十六世纪,英国,民风甚是淳朴,离婚是不合法的, 更主要的是因为天主教,天主教认为,婚姻乃是神圣不可瓦解的, 但是亨利觉得,自己作为一个国王,不能因此就位了,于是他就拉教皇还有一帮人开了个会, 会议上老王主要传达了以下几点精神, 一,国王认为凯瑟林皇后和小叔子搞不正当男女关系,乱了皇室刚记, 二,身为国王,你们天主教要给朕一点面子,以后会有好处的, 三,国王让离婚,再举个漂亮情人,教皇认真的听了他的话, 然后拒绝了他,天主教教皇,正所谓,软得不爽,硬得爽, 亨利决定乱是靠自己,按自己的方式来办, 于是他开始有所行动,想着法则强化自己的权力,逐渐教皇权力得到削弱, 最终教皇日渐示威,与此同时,亨利还搞了个圣工会,任命自己是教会头子, 反正亨利是跟离婚叫上进堂,从英格兰到威尔士,再到爱尔兰, 敢有异议者,杀无赦,事实上,国王可能因此对离婚就善意了, 亨利八十一共结了六次婚,地路回, 肯尼亚妇女巨型房,搞得国泰又名安, 2007年,肯尼亚总统姆瓦依齐被挤,跟总理海拉奥丁, 甲决定停止双方无休止的内控和派系斗争, 于是这俩家伙纠结了蒙,但是实际情况很不理想, 在一起以后开始炒和挖苦,肯尼亚百姓被他俩搞得怨声带道, 两年后,肯尼亚的女人们站了出来, 她们终于受不了这俩了,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苍使, 左奔是戴这位傻X帽子的傻X胖子总统, 右奔是没戴傻X帽子的傻X胖子总理, 2009年,肯尼亚女性活动组织决定召集女人们把戏, 就是长达一周时间内,男人不得碰他们的身子, 和他们作爱,政府觉得这也算回事, 又不是一周不给饭吃,不挤水喝, 然而肯尼亚男人比想象中要饥渴的多, 据一个调查,那里的人两天没得爱做就会受不了, 近况确实如此,有一个男人实在受不了没有, 亲爱,的日子,就把这个妇女组织给告上了法律, 起诉他们对自己造成了极大的痛苦, 而且,组织做了周到的安排, 他们付钱给妓女,以此断了男人的后路, 清新之火可以燎原,一天没有太阳浑身难受, 一个男人受不了,就有无数个男人受不了, 最后总统跟总理同意好好谈谈, 为了国家的未来与安全,停止互相的无意义的争执, 涉赐,所爱,罢工只为期一个月, 就给肯尼亚带来了和谐稳定, 尽管只是短暂的稳定, 第七回,女沙皇包养美男子, 有才有闲又有权, 凯瑟琳大帝, 又称叶卡捷琳那二世, 阿列克谢耶福那大帝, 常常欲求不满, 有十二个高调的情人, 也有很多陆水情人, 四十年里,不曾尝过什么寂寞的夜, 凯瑟琳女皇对待自己的情人们不像那些王室, 偷情,那样, 既不会爱一个弃一个, 也不会爱一个杀一个, 他会让自己的情人们梦想成真, 做了女皇的男人, 这辈子就不愁了, 绝大多数他的爱男都得到了很多的赏赐, 土地开拳应有尽有, 有一个他的情人格里哥里奥尔洛夫, 以前他只是个炮兵之缘, 女皇包养以后就成了一个伯爵, 顺便这小子的几个兄弟也生了之家的心, 还有个叫格里哥里波特金的美男, 从一个普通卫兵成了将军, 而且波特金比奥尔洛夫更有才, 什么都会, 还会陪女皇玩三屁, 后来还有更厉害的一回, 因为一个男情人想要波兰的王位, 女王就不顾什么政治利弊去处亲人家, 波兰, 了, 那时候, 波兰本来可以称为沙尔的一个好盟友的, 至于是怎么挑选男情人, 估计就是让自己的女士, 对那些带选男子来进行测评, 经过姐妹们的策略, 这个男的被评为贝吉, 感谢观看,